阿妹演唱三天三夜 全場嗨翻 就連上星期蘇打綠 在小巨蛋開演唱會時 也把這首歌當uncle曲 小巨蛋演唱會又吵又跳 讓附近的居民又受不了了 台北市政府也承諾說 如果未來樂團沒有改善的話 將會直接禁止演唱 場內超嗨蛋苦了周邊居民 還有諸呼抱怨 老人家被嚇得不敢動彈 昨天那個演唱 他跳動有20分鐘左右 一般來講我們地震 也不夠幾十秒 幾分鐘就已經受不了 平面媒體報導 還有里長氣得到市府澄清 副市長也現場承諾 未來如果發現演唱會中 歌手故意鼓吹民眾跳動 不排除隔天直接封管 北街真的要好好便利比一順 加強防震跟仿照應的措施 我覺得直接進唱這樣會不會太嚴重了一別 畢竟他們也是安排了很久 然後你突然進唱的話 那後面買票的那些怎麼辦 不過北街公司發新聞稿 否認強調副市長沒有承諾封管 只是如果未來有再發生演唱會震動的情形 經過溝通沒有改善的話 在不違反契約的前提下 將會取消後續場次的演出 不過明年四月就要開演唱會的張正月 日前就在臉書上表示 要讓大家跳到腿軟 北街取消後續場次的規定 能不能有效規範藝人演出時 盡量少跳動 恐怕還有待觀察 記者 翁起碧彎智華 台北報導